为了迎接2016年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为搭借来自海峡两岸三地民众一直以来的支持 在圈天罗古和祥施献岁的欢乐星当中 在游泽物市八百八海鲜大酒楼共同举办聚餐务会 这场由八百八海鲜大酒楼和信发超市联合承办的新年参会 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八年的举办 有来自传统桥舍海峡两岸三地600多位嘉宾参与 现场表演丰富有精彩的舞龙舞师表演 与狮子合照财神派丽丝 精彩的着善舞蹈等多行表演节目 主办单位从拉斯维加斯请来了厌舞女郎 又唱又跳的表演角色各样 令到满场来宾大开眼界 也都赢得全体观众的惊叹和掌声 超市来捧场谢谢 恭喜发财 海珍八百八大酒楼代表Lucy Chen 顺发超市代表May 简单地介绍了参会的概况 并向嘉宾们拜年 现场还请来了名闻男家的大乐队 现场演奏和歌手激情美妙的歌声 吸引了很多来宾在现场大厅中跳起交而舞 青岛啤酒的代表发言人 亦祝福在场的嘉宾 猴年快乐 同时提供了来自故乡的青岛啤酒 令到全场的奔客无限唱饮 除了精彩节目以外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分发红包的环节 所有70岁以上的长辈都可以获得大红包 奖品丰富的抽奖 则穿插在每一个节目表演之间 令到贵宾在轻光漫霸 美食奸牛的享乐中 还能感受到众大奖的激情与喜悦 天后卫视杨素素采访报道